就在那遥远的1977年 在一档以红白两队为卖点的大哥节目中 一群少男少女身着泳衣 随着音乐在笔波荡漾的泳池盘轻轻摇摆着 等到表演结束 一个个年轻的肉体纷纷跳进水中 溅起的水化 融合着的荷尔蒙 在夏日里轻轻的扬起 这档人气节目就是红白十佳歌曲 红队的常驻成员有森昌子 英田纯子和山口百惠 他们是最早被称为偶像的艺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都来自电视选秀节目斯塔尔诞生 约海们回线通过号称淘汰了99%的海选 再由现场的500名大众评审 和5名专业评审 共同打分选出胜利者 每隔三个月 所有胜者将同台对决 极度第一名可以正式出道 14岁的英田纯子 是决战大会最高纪录保持者 他得到25家事务所的指名 而制作人阿九优对他的评价是 除了歌唱的不好 其他的明星素质都具备 这也解答了我的疑惑 为何后来的偶像 许多歌喉都不怎么样 英田纯子 连同第一届的冠军森昌子 第五届的亚军山口百会 是节目的代表人物 因为正式出道时都是中学三年级 他们被称作华阳的中三生组合 1977年 三个女孩从高中毕业了 她们在舞蹈馆举办了联合演唱会 并在演唱会的宣传中 大量使用了爱德一词 初代偶像就此成型 那时 山口百会一直都是如日中天的第一少女偶像 无论唱歌 电视还是电影 都是全方位的碾压 简而言之 只要有山口百会在 就没有别人什么事了 但在七年后 21岁的山口百会宣布了 结婚即隐退的消息 顿时 第一名女偶像的位置出缺 一批虎视眈眈的女孩们趋之若鹜 而抓住机会尾巴的就是松田圣子 松田圣子初到18岁 与山口百会略带英语的风格不同 她走的是正统的田井路线 永远穿着白色连衣裙 大大的眼睛眨眨的 小容看上去有些刻意 还因此有做作女的称号 彼时的日本女孩对松田圣子 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一边吐槽她 一边模仿她的穿着打扮 她的招牌期间卷发 在日本刮起一股旋风 甚至被命名为圣子头 因模仿者太多 圣子将长发剪成短发 结果又带起了新的潮流 同一时期 同样在斯达诞生出道的 钟森明彩也上线了 钟森明彩出道时辰高160 体重58公斤 肉肉的身材被设定为 有点儿子的女孩 官方的卡通形象是一个群白飘起 内裤若隐若现的少女 然而 明彩本人对这个设定不甚满意 和公司提出了抗议 第二章单曲发布时 她正举到了全新的风格 叛逆少女 当时 日本青少年正处于 填鸭式教育的重负之下 厌学 逃课 暴力等校园问题频发 钟森明彩的单曲 以媒体报道青少年问题 是常用的代称 少女A作为卖点 一经发表 大受欢迎 不过 因歌词中暗示 未成年性行为 不久便遭到进步 松田圣子和钟森明彩 常常在同一时间发表单曲 并在排行榜上较劲 到了21世纪 二人的粉丝 仍在各大论坛上争论不休 谁才是昭和末年的 少女偶像代表 圣子被人称作永远的偶像 出道至今都兢兢业业的 保持着甜美女孩的形象 而明彩尝试各种 前卫大胆的风格 就像知名音乐人 松本龙形容 如果把圣子比作劈头似 那么明彩就是滚石乐团 钟森明彩正式出道的1982年 也是日本偶像韩武技 几乎每周都有新人出道 每个人都输圣子头 传连衣裙 唱少女信 当时流行的玩笑时 银座的广告牌掉下来 十个人就有一个少女偶像 当大众对流水线偶像 渐渐疲劳时 就需要有全新的偶像概念 1983年儿童合唱团的高部之子 被爆出在床上吸烟的照片 引发哗然 这则八卦被媒体称为喵喵事件 至于为何要称为喵喵事件 我实在查不到 如果你知道可以在留言帮我补充 这是 先为AKB48的总制作人 就袁康出现了 这次偶像是个事件 让他获得了灵感 于是他和另一位制作人 后腾次力搭档 策划了一档全新的综艺节目 黄昏喵喵 黄昏喵喵可以说是偶像组合的开山鼻祖 向全国招收高中女生 并组成了小猫俱乐部 小猫俱乐部的选拔十分草率 在第一期节目中 完全素颜的和和原子 穿着吐气 开口就走音 唱了两段荒腔走板的水手浮渝机关枪 居然就获得了142分 高票紧急 就这样 以飘忽不定的选拔 标准快速集结了一群 不善化妆不会穿衣 唱歌跑调跳舞落机的女孩们 看似荒唐 却意外击中了日本民众的趣味 小猫俱乐部还真的走红了 下个时间一到 全日本的街道上都看不到高中盛的身影 他们都飞奔回家观看 五点播出的黄昏喵喵 时称小猫旋风 迅速走红后 小猫俱乐部趁热打铁 发表了第一首单曲 跟名叫不要拖人家水手浮了 我们来看看这奇葩的歌词 不要拖人家的水手浮了 不行啦人那一下吧 讨厌了不可以 不要在这种地方了 女孩子总是从八卦里专心的学习 虽然想比朋友更早体验到A时的感觉 却总是直到接吻就无法继续前进 还是太胆响了 很想要像周刊上描写的那样 尝尝A时的滋味 但奉献出全部的话还是有点舍不得 不给你 就这样有点H的歌词 让单曲打卖了 在最受欢迎的1986年 有30张单曲 在52周中就占据了38周的歌曲排行第一 但是旋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此一年 小猫们的单曲销量迎来断爱阿时下跌 在走下坡路的同时 成员们的丑闻也纷尸踏来 王牌成员和何元子 被爆出插足小猫制作人后腾刺力的恋情 而高景麻四子 则被拍到与邱元康频繁约会 不久 高景麻四子干脆和邱元康闪电结婚 当时对粉丝而言 无疑是满满的冲击 除了外患 还有内忧 组合内部的人气王新田惠丽 和努力家国生小百合的派系斗争 也被摆上了台面 两人互抢话筒 镜头 新田惠丽说 就因为使用更衣室的时间 长了一点 就遭到国生小百合的怒吼 多重因素下 黄魂喵喵于1987年8月31日 播出了最终会 小猫俱乐部随之结散 1989年 昭和最后一年 钟森明菜在男友家中割腕自杀 虽然被救了回来 但从此人设破灭 言气大上 那个明媚的酷酷的少年 离开了舞台 钟森明菜的男友 是杰尼斯的大师兄静腾真彦 他不仅在恋爱期间连环劈腿 暧昧对象还包括明菜的素敌松田圣子 此外 静腾在前往香港演出期间 隐瞒了与明菜恋爱的事实 与梅艳芳定情 同时伤害了中日两枚天后 静腾从此获封亚洲第一渣男 事实上 在舞台上自信满满的明菜 真实的人生经历非常坎坷 父母把他当作摇钱鼠 礼礼向公司要钱 妹妹中森明岁还派上了裸体携针 直接用姐姐做噱头 称自己是少女辩 相比之下 左傻白天人士的松田圣子 内心反而强大许多 三次结婚 数度出轨 对象永远都是比自己年轻的小鲜肉 38岁那年 松田还被男舞伴一性骚扰 唯明高上了法庭 更厉害的是 尽管绯闻缠身 松田圣子多年来 依然维持着少女偶像的人设不到 人气不见 年过半百照样能穿着白色连衣裙 在红白歌会上压轴 唱青色珊瑚礁 而在无数招和偶像中 龚腾静香可能是最幸福的 因为嫁给了顶级流量 目尊妥在 不过老公太帅 也是烦恼 龚腾静香从此背负千万骂命 连续几年登顶最讨厌女艺人排行榜 最终被迫隐退 就连怀孕时 也接连收到了学书 刀片 诅咒信 带学的娃娃 被吓到锦衣院 粉丝的恨意绵绵无缺气 多年后 龚腾静香在综艺节目上提到 老公爱吃的食物 随即被目尊的粉丝挂上论坛狂骂 少数处于顶层的偶像 钟声都有粉丝相随 但娱乐圈里更多的 是那些如流星般划过舞台的底层少年 日举大船端侦探射众 大叔苦苦寻找 那个三十年前出道 指出了一张唱片的无名偶像玛琳 当他终于如愿找到玛琳时 却发现曾经的少年 居然变成了秃顶大叔 因为长得像女孩 被经纪公司包装成少女玛琳出道 发表一张单曲后 嗓音变粗 长猪胡子和喉结 随之被经纪公司抛弃 举情虽荒诞 但在嘻嘻嚷嚷的80年代 大部分女孩正如剧中的玛琳 都在发表完一张单曲后 销声匿界 剩余经纪萧条时期的平成废柴 喜欢可以见面的偶像 然而 在指最金迷的昭和 人们就爱看漫画般 闪闪发光的完美少年 昭和最后的十年 也是日本经济最辉煌的十年 当时日本的经济泡沫 已经到了东京一个区的产值 可以买下美国一座城的地步 而层出不穷的偶像 就是昭和神话最好的点缀 1987年 随着小猫俱乐部的结散 日本娱乐业随之步入了 长达十年的偶像冰河期 也许是这些八十年代的女孩 太过璀璨 太过真实 又太多幻灭 大众已经很难在的 新人投入感情了 直到1997年 早安少女组出道 冰河才欢欢裂开 至于诞生于 二十一世纪的怪物组合 EKB四棒 与随之而来的偶像战国时代 又是另一个平成年代的故事了